他来了他来了,他接到稿子就来了,大家好,我是翔子。 北京时间4月22日,华人巨星林书豪近期接受了一个欧洲知名媒体Belonurove的专访。 这次在专访过程中,林书豪谈到了自己未来的下家情况。 他公开喊话自己很想回NBA,但是决定这一切的可能并不在于他本人,哪怕付出了努力,可能书豪都没有办法再回NBA了。 他就解析说,自己目前的下家有可能是欧洲,也有可能是亚洲,同时他更想回到亚洲去打球。 毕竟虽然他是一个在美国长大的球员,可是他的家庭是来自亚洲的。 看起来书豪又表露了愿意回到CBA征战的意愿。 或许他还有机会和自己的老东家北京手钢队重新携手再次冲关。 毕竟今年北京手钢连四强都没有进去,战绩显然不如当时豪哥带队的时候。 但是同时,在这次专访结束后,林书豪又找到时间在个人Instagram上和网友们进行了互动对话。 同时他就回答了一个网友的提问。 有网友问他,书豪,你还想回到NBA吗? 林书豪耐人寻味地给出了这样的答案。 我认为我在发展联盟里展现出了我拥有的一切能力。 发展联盟得分榜前几位除了我,现在都有合同了。 发展联盟助攻榜前几名除了我也都有合同。 而且我带领的球。 对战季是发展联盟第二位,也是全联盟防守第二好的球队。 我们进入到了半决赛,我已经做到了我能做的一切。 所以说现在,能不能回到NBA,已经不取绝于我了。 看看书豪的话,你就能够感觉到,这位曾经的总冠军后卫和华人巨星,可能就是输在了肤色上。 林书豪也毫无疑问地是在暗示,在对于他的问题上,这些美国NBA联盟的球队们,绝对是存在着双标地现象。 说句不好听的,发展联盟得分榜前八就林书豪没合同。 林书豪还是场均20加6,凭什么他就不配有一个合同呢? 要说能力问题,林书豪的数据,摆在这,不仅不比其他人差,甚至可以说,是比其他人更好看。 场均20分和6.2个助攻。 兼顾得分榜和助攻榜,助攻不如他的,都已经能够回到联盟了。 得分不如他的也是一样,就林书豪没有球队给他机会。 这就是不合理的,而且他投篮命中率,50.8%,三分命中率,42.1%,效率也没问题,就是没人选他。 那林书豪不就是,输在了肤色上吗? 如果不是对他,有公然的双重标准,怎么会出现,这种情况呢? 所以说豪哥在这次的,和网友对话的时候,就是显得有些无奈,也是在暗示这事,根本不是他能决定的。 他自己已经,为重返联盟证明,自己做到了一切。 你已经不能,要求他做得更多了,但他被双标了。 曾经和林书豪一起,征战发展联盟的乔丹普尔,在勇士已经成为了核心的轮换,和主力替补。 场均能拿10.7分,得到了更多的机会。 曼尼恩,也被勇士召回,垃圾时间,也能上场。 就是林书豪,没人要,这肯定不是偶然。 不知道,在这种情况之下,林书豪的老冬家,篮网队会不会考虑,给他一个机会。 或者说他的另外,两个老冬家勇士和胡人。 这些球队现在也缺,少一个核心后卫。 豪哥的篮球智商,和总冠军经验,应该能够帮助到他们。 但前提是,不要再有,针对他肤色的质疑和歧视。 And,他走了他走了。 右下角点个赞,再走啊老板。